我們來看一個很暖心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Paul 週一到週五英文一起讀 那這故事我就很簡單先說一下 就是有一個老賓寫一本書結果賣得很差 那有這麼一個TikTok 就是抖音上面一個TikToker 看到了跟他聊聊天然後把跟著聊天的這個東西 就傳到他的TikTok的帳號裡面 那他是個網紅嘛 那結果哇這個人就爆紅了 所以他書就賣得很好了 所以就這麼簡單一個很暖心的故事 一個陌生人幫了一個陌生人 我們也可以從這個故事看得到 現在這種宣傳來說的話 花很多的錢都不見得很有效果 找這麼一個TikToker幫你Promote一下你的書 竟然就爆紅了 好所以我們就可以看一下他一開始說 而且這邊有個片語我自己本身蠻少看到 叫做Gin Up 所以他說了一個 An Arlington author who seemed to be having trouble ginning up interest for his book now has an overnight hit on his hands 所以這個Gin Up interest 我自己也是覺得這個片語還不是那麼常見喔 所以這個Gin這個字通常來說是那個酒啊 OK好像就叫做琴酒還是之類的 Gin 然後現在有一種調酒叫Gin Tonic 所以Gin 所以Gin Up這個詞 你就可以把理解為Stir Up 就是把什麼東西給炒起來這樣子 所以他 He seemed to be having trouble ginning up interest 所以這個就是炒起大家對他的興趣這樣子 for his new book 那結果他現在有一個 Overnight Hit 所以我們今天講另外一個這個重點 或許是 我想這個應該會有這個標題 所以 就一夜爆紅 所以他這個他是一個Overnight Hit 那這個Hit就可以是流行的事物 所以下面還會看到 他現在這本書變成了一個Overnight Sensation OK 所以Sensation 像Sense這個字就感知 所以Sensation就是另外一個名詞的變化 那有時候我們 講一個形容詞 Sensational 就是說一個東西很棒 簡單的說 Something is sensational 令人感知爆滿之類的 好他的名字叫Sean Warner 就是華納兄弟的Warner Warner這個字 Sean 那他的這個名字 跟另外一個這個SEN 我們雖然說 有時候好像把SEN翻成了CN 可是他的唸法真的不是CN 所以這兩個字唸法 據我的瞭解是一樣的 都是唸說Sean OK Sean 所以他叫Sean Warner He was promoting his debut book 那Debut這個字我們很常看到 就是這個 第一次出道 初出場 Debut 那T是不發音的 Debut book 再一個Kroger 那就是一個Supermarket 簡單的說 In North Fort Worth 所以這個TikToker 他叫Jarrod Swearingen Stop to make conversation 停下來聊個天 結果在這個TikTok就Post出來了 He said Wanna look super defeated Defeated 對不起 所以這個老人看起來就 一副好像已經完全挫敗的樣子 所以這個Defeated這個字 就可以當成是一個形容詞 但Defeat本身是動詞 變成形容詞多半是被動的 Defeated He looks deflated 或許可以這樣說 像是一個泄了氣的皮球一樣 Deflate Inflate是把氣衝起來 Deflate就是把氣放掉 所以像一個泄了氣的皮球 皮球真的還是一個不錯的翻譯 So he looked really defeated or deflated of the lack of attendees at his signing 所以他是在一個book signing 簽書會 這是一個名詞 book signing 所以看起來很defeated 因為很少人到現場參加他的簽書會 那Attend是參加 Attendee 就是參加的人 So there was a lack of attendees at his book signing OK? Attendee 接近了他然後就跟他聊一下天 OK 他就坐在那 然後坐在那邊 眼前就是一堆啊 他的這個 賣不出去的書 所以這個一堆一疊之類的字 你可以用的是 Pile 或者是stack 都可以 So he was sitting along with a stack of his books on the table OK 然後他就開始去描述一下他這書在幹嘛的 他的書就是反正講一個奇幻的故事就是 Teenage girl teams up with a ghost of multiple personalities to solve the mystery of a parent's murder 所以一個年輕的女孩子跟一個鬼啊 團結合作 聯手來去 而且這個鬼還有 不同 就是多重性格 好複雜 一個鬼但是多重性格跟一個 Teenage girl team up起來呢 就解開他的父母的謀殺之謎 所以這是一個暖心故事希望你覺得這個是有趣的 所以他這邊還說 這個 他的這個video就 amass amass就是累積起來 你知道mass這個字本身就有像質量之類的意思 amass就是一個動詞 所以swearingen's video has since amassed 所以他是一個動詞 完成式的一個動詞變化 over 16 million views 所以是1600萬的這個點閱率 所以他就變成了 making warner an overnight sensation 剛才講完 and an amazon best selling author 成為了亞馬遜 這個網路書店的這個 暢銷書作家這樣子 所以 尤其他像這個字 我們講說亞馬遜 amazon 我知道 據了解日本人會唸成 amazon還是什麼的 所以我們台灣同胞很多念 也就是跟著日本人唸amazon 還是amazon 還是什麼 我有點不太記得 但 如果你要走的是北美的發音的話 他叫做amazon amazon OK 所以不是zong的發音 如果是zong聽起來像這個詞 amazon amazon 但 無論你怎麼唸 大概無所未來我覺得 所以他成為這個number one the best selling author 在amazon 所以這真的蠻屌的 OK 所以他這邊就有一個評論家說 所以TikTok就能夠 就能夠 捲起這種草根味的草根性的一些這種movement 所以這個草根的概念不是說很鄉土或幹嘛的 像我們有時候講說 啊這個 里長選舉啊或之類的 我們就叫他這種 就是在很 基層的這一種 的民主的一種表達方式 所以我們稱這個叫做grassroot Democratic Movement grassroot Democracy 所以他這裡說的是TikTok has a way of being a driving force behind these grassroots movements 所以這grassroot這個詞就是有很基礎的 OK 在他加附屬的樣子 OK就比較基層的這樣子grassroots 草根式的這樣子 好所以 講到這裡差不多 簡單的一個故事 我們今天這一則大家不用講太多 那 好像沒什麼其他的想法 但是很恭喜啦 就一個陌生人幫到一個陌生人 覺得是一個很暖的 非常的 heartwarming的一個故事 Hope you like it 好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